转载自摆教号作者,体育盘子北京时间10月9日,骑士队阵步行者,步行者轻松111比102获胜,两支球队上赛季还是季后赛对手,再次相遇发生了很大变化,詹姆斯一步在骑士,而奥拉迪波的实力就一次提升。 这场比赛奥拉迪波打了28分钟,石头便拿到23分6把3助攻2抢断,3分25投3中,啊,有8投8中的防球命中率,给球迷戏称苦骂8的奥拉迪波,上个赛季迎来梦幻赛季,成为全民心替补,拿到此块剑步球员,入选最佳阵容三阵,还入选最佳防守阵容两阵,上赛季的奥拉迪波, 给我们带来太多惊喜,为了换来乔治,雷霆恨心把他抛弃,而没想到奥拉迪波的成长不输乔治,这一幕如同同样给雷霆抛弃的哈登,哈登给雷霆抛弃后,一年一个台阶,入选全民心,成为得分王,拿到MVP,哈登疯狂打脸雷霆管理层, 而如今到奥拉迪波了,这位是雷霆,微笑小弟,离开雷霆后他也是一名一台阶,现在奥拉迪波只打了两场季前赛,整体表现相当出色,第一场比赛他拿到24分, 这场比赛同样轻松,23分,而他的出场时间,都还没超过30分钟,上赛季奥拉迪波场均34.1分钟内拿到23.1分,还有17.9次出手,而先赛季的他得分必然还会更高,同时效率也会提升不少,奥拉迪波证明自己也有实力成为球星, 在德罗赛离开东部后,他现在,竟可以冲击东部第一分位,雷管又放走一个哈登,若东西不第一分位都是雷霆气枪,这是多么尴尬的事情, 上赛季奥拉迪波带领步行者,拿到48胜排东部第五,却可惜在进后赛首轮对阵,骑士大战机场落伴, 而新赛季步行者依然会是东部强队,很可能取代骑士几近东部四强, 而奥拉迪波试事后网纯明星首发,和东部第一分位发起冲击。